大家好,我是911,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场 睡梦罗汉权的一场教学的一场视频 这场视频也是我在直播中打过的 就是说我把战报调出来 给大家说怎么样来实现一个睡梦罗汉权 所谓睡梦罗汉权 开始你要拉三个农民出去 然后家里面补三个农民 这样的话你的人口刚好到达15 然后看起来其实你家里面只有12个农民 并且这三个农民出去是非常稳健的 虫竹,对于虫竹先生来说 他如果探路的话,就这个探路是必死的 在他看来我的一切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 没有任何的一个感觉 感觉我已经,我就是在这边挂机 然后人不在 但是我在这边放下两个 在这边放下,先放两个房子 记住人口必须,拉三个农民 你就要补三个农民 这样的话刚好是12个农民 这边有显示12个农民 然后就不要动了 这招叫睡梦罗汉拳 好,然后你的钱是肯定够的 两个房子好之后你就可以造农营了 在这样的位置下放下三个农营 这时候他看到你 虫竹看到你家里面什么都没发现 先去看一下我二矿我又没有裸霜 这虫竹还比较谨慎的 然后他就盖各种的 哎,我农民 他觉得 这时候他其实思想已经停滞在一个 就等于没有思想这个状态了 他现在就觉得有点烦 那碰上一个这种 碰上一个死人 他觉得 在睡觉的死人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从头还算冷静 下了气况 如果普通的人可能全部的一个农民啊 全部拉走了 他看我还不动嘛 开始还想再看一眼 但发现我还是不动 那这个时候 拉了一波农民过来 在他的视野里面 我是一个死人 你看他的切屏有多慢 就可以看出来了 他觉得打我的农 打我的那个农民 他这个时候打我基地 就已经判定我是个死人了 可以看他的这样的一个家里面的情况 他什么都不做 只造小狗 还是很敬业的 还是提了狗树的 他现在觉得 只要把我的一个基地打了 就没有问题了 就已经赢了 这时候他已经判定我是个死人了 但他完全不知道 我在这边已经 住 住建了一个小的一个冰工厂 三个三个冰营 各种在续冰 这时候 要让他感觉我刚回来 哪泥 当然他听不得 这时候他自知在韩服 好 正面农民过来 正面突击 对不对 这时候他也没有办法 他也没什么农民 他也想 撑二本 然后照飞龙把我给A掉 所以气况下得很早 但没想到我这边 兵力强行插入 他的小狗又迟迟回不来 狗树也没好 好 在里面农民全死 门口修个地宝 宝个底 这时候他已经烦得要死了 他只能等待狗树啊 最后一搏 其实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没有机会了 我的枪兵数量很多 并且 我农民啊也很多 而且还有个地宝 在这种时候 这种时候下 他只能选择 就这里他是肯定过不来 并且我的兵已经飞过来 如果他再不打我一波的话 我这边就把这个口给堵了 专心打正面 他没有办法 他看到我的兵过来 他只能选择打一波 但是已经没有用了 这招就是睡梦罗汉拳 当然这招不是我先研究 这招是鸟哥先研究 我只是把这招升华了一下 加上了一些语言的勾引和一个兵营的这个地方的一个选择 所以说在天地上碰到这样的一个死人 大家一定要时刻记住 可能你已经中了睡梦罗汉拳了 千万不要觉得这样一个死人 可能真的是死人 说不定他在骗你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好了 那今天这个战术的 睡梦罗汉拳的战术和战术的一个交流 就这种交流啊 也是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